尚獲得 尚獲得 曲名欲 這個 這個 表演很辛苦 還要從那隻手 大家都有學會嗎 剛剛那一招 因為今天 今天其實也還好 我們今天 可能就大概就我們這一些了 大家不要害羞 待會 我們還有後面的四招 大家可以 一起起來跟我們一起做琴阿術的部分 兩兩一組就可以了 那因為鐵花村這邊是草地音樂的關係 我們還是要唱一些歌 才可以給鐵花村交代 那這首歌叫做《道》 它是公共電視的 我們島的一個主題曲 然後給大家分享一下這首歌 可能叫做《島》 溫柔的歌聲 有樣的回答在山谷 青春寫在島嶼的高山 阿我們又充滿力量 熱情的陽光 照亮高雨前進的方向 青春的腳步 踏在高雨的土地上 寫下聲音 一夜夜 新的足跡 一夜夜 新的足跡 阿我們是站著 阿我們是站著 飛向逆風的希望 青春寫在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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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我們又充滿力量 熱情的陽光 在高山 照亮高山 照亮高山 照亮高雨前進的方向 不管是快樂 或者是憂傷 永遠守護著它 我們的島嶼 小小的島嶼 永遠陪伴著他 好的那接下來呢就是兩年前的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同一片草地同一個人就是我智慧哥哥呢有在這個地方講解一堂叫做我小時候就會垃圾分類的這一堂課那接下來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東西是紙類紙類紙類這麼的單純單純再單純為什麼我們要介紹紙類呢馬上問大家一個問題 旁邊的朋友們都可以到發台點一杯飲料以後就坐我們一起來上我們小時候學過的垃圾分類課這一個紙類樓成一團的這個紙類他到底能不能那個分類呢有沒有人知道他是可以回收的嗎還是一般垃圾可以回收那邊有一個小姐可以回收自成相識那邊有一個小姐說可以回收就是他可以回收 好有沒有人認為這樣揉成一團的紙類是不能回收的呢啊就是你兩年前你就上過這堂課了你現在還答錯好就是這個紙類呢不管你揉成怎麼樣只要他是一張紙 你書寫用的報紙或什麼揉老半天然後丟到那個裡面回收桶裡面 他很容易就被弄髒了他被弄髒以後就變成一般垃圾所以我們通常尤其在辦公室在校園裡面 我們紙類是另外放的我會讓他乾乾淨淨的揉成這樣也是可以回收只要他裡面沒有別的東西 都是紙類我們就可以回收 因為很多人飲料會沒喝完有沒有就把他丟到回收桶 那我們這個揉人也丟到回收桶飲料流出來碰到他呢他就變一般垃圾了 所以常常你去做回收的時候他們就把袋子打開說你怎麼亂丟垃圾其實真的是冤枉大家的齁 就是這個他的確是可以回收但是千萬不要跟那個一般的回收桶放在一起灌他很容易被弄髒明白嗎 大家還可以嗎到現在前期提到就兩期而已啦就這一趴第二趴帶就沒有了 那再來呢就是那個一個非常常見的就是這個塑膠袋 塑膠袋到底能不能回收啊天啊塑膠袋太常見了吧對不對 時時刻刻都搞不好現在大家手邊都有塑膠袋到底能不能回收有沒有人知道他能不能回收 這次可以嗎那個紅色帽子弟弟可以回收嗎 哇這個弟弟真的是邏輯相當特別耶我說他紅色帽子弟弟然後他把他帽子戴起來 然後是說我就看不到你嗎還是說我知道那是橘色對不對事實上那是橘色 橘色帽子弟弟這個塑膠袋是可以回收的嗎 什麼不知道不能回收 好的塑膠袋齁他其實就是塑膠類 大家只要記得一點我們有70%的垃圾都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其實其實我們人為的那個垃圾量啊一般垃圾跟回收垃圾的比例是不對的 事實上70%都可以回收 它是可以回收的它基本上是塑膠類 可是為什麼我們總是把它丟到一般垃圾裡面呢 這跟紙類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因為你把它丟到那個回收桶裡面以後 裡面的飲料的一些汁液便當的汁液灑出來以後 它就變成一般垃圾了 就是說很多東西可以回收但是我們要保持它的清潔 它基本上洗一洗它是乾燥的 我們都可以交給那個回收 那但是塑膠袋太困難了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它另外集中到一個袋子裡面去 然後重複的使用它 那最好就是大家都用環保袋 我們就可以減少那個塑膠袋的那個產生 了解嗎 懂齁 其實我也不是專家啦 我也是去問那個回收的伙伙跟環保局的人 大概就是這些小小的一般老百姓會面臨到的問題 好 那這個時候最討人厭的垃圾出現了 就是我們大家到那個台東特色小吃 買了一堆小吃進到鐵花村來 然後坐到櫃子上面開始吃一個袋子 上面可能不是那個M型 就是蜻蜓形狀的那種袋子 然後就開始吃吃吃 吃完大家就非常好心的把所有的垃圾創到袋子裡面去 那個紙背啊什麼 然後就把它揉成一團 然後想說打到垃圾減量 事實上這種好心真的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錯誤 這樣事實上就是就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那這其實造成了那個大家在做分類很大的那個困擾 他又要把它擺開來檢查裡面有沒有分類 所以這個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喔 好 那我現在呢就是一個 我現在時時時時刻又化身成一個快到30歲 可是忘記我小時候學過垃圾分類的一個人 那我不小心呢就把這個裝著有紙類的塑膠袋 髒稀稀的塑膠袋又丟到了一般垃圾 欸 髒稀稀丟一般垃圾沒錯 乾淨的塑膠袋跟乾淨的紙類 和在一起丟到一般垃圾裡面 喔 快點 快點 我們要上琴拿樹了 再跳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哎喲 乾淨你 好啦 我丟錯了 我真的好難過 長那麼大了 還沒有學過 還不會那個 這是什麼 男生廁所有人掉了眼鏡 就這一段喔 男生廁所有人掉了一個眼鏡 那我們順便來那個 來現場檢驗一下 這是一個 這眼鏡折疊的欸 好厲害喔 這眼鏡應該很貴喔 好這邊喔 草地上這邊 鐵花村草地報告 男生廁所掉了一部眼鏡 是用一個皮革帶子裝的 然後有眼鏡布 他的眼鏡折疊了 眼鏡掉在男生廁所裡 眼鏡到底能不能回收啊 天啊 眼鏡這東西 太特別了對不對 他有玻璃 然後又有塑膠 又有這種部類 通常啦 通常這種東西 因為我們的技術 沒有辦法把它拆解的時候 其實 其實真的很可惜的 都會 不管是清潔隊 他們也是會讓 勸我們說 就丟一般垃圾吧這樣 對啊 那事實上這些東西 用心的人 都是會把它分開來的 所以 根據我個人的那個經驗 我會把它拿給那個 比較 私人的回收場 還可以換一點點錢 那他們其實 中間呢 也有在做一些二手買賣的 那就讓這些東西 又重新再找到新的主人 好 那這個 我就暫時把它放在 回收筒上面 那如果這個眼鏡的主人 可以到那個台上這邊 來找我領取 時時刻刻 或是此時時刻地出來 我們可以讓你體驗一下 琴拿樹的那個威力 沒有嗎 好 那我們 因為我剛剛丟錯了 我們現在就進行那個 琴拿樹第二盤 來一段琴拿樹的音樂 好 剛剛是當手 現在我們做雙手 雙手 雙手 那個 我們也是做一些做正面 我們先做正面 那這個又在我們底下 這個以來以下 麻煩 算了啦 先放旁邊嘛 不急著要 好 好 ok 那我這做雙手也是做正面的 來自我 兩隻手 也是一樣 搭在我肩膀或者是胸部的體驗 搭在我肩膀或者是胸部的體驗 可以 欸 大家有沒有一起做 還是有人想要上來體驗 我剛剛體驗 我覺得這是那個 來自我 來鐵蛙蹲終身的回憶 你們就不單純 只是一個遊客典人要看表演而已 你們有在這裡體驗琴拿樹 沒有嗎 好吧 我這邊有那個駐村醫生 對 我們有駐村醫生 至少說他會貼腰刀 雙手 雙手 那我要放一下 我放一下那個功 好 好 好 我也是做正面的雙手 雙手 好煩喔 好煩喔 太習慣了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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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右邊 都可以 聲音夠大 聽得到嗎 可以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做雙手 走右邊 走右邊 看你的習慣 你哪一邊力道比較大 像這種的話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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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他的那個 如果說你是用 右手的話 把他的右手呢 他在左手這個地方 左手這個 推過來 推過來 兩隻手 也是一樣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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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拿書應該也是要熱身的 沒有啦 八個真的 你果他最近那個 不小心 哈哈哈哈 看你的習慣右手 這隻手呢 壓過來這邊 也是一樣 這隻小背呢 都壓到你的身體 這隻手呢 也是抓住他另外一邊 然後呢 然後呢 把他的 也是一樣 這隻手 把他的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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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打直 到地上的時候呢 一定要膝蓋 一定要壓住他 這樣子打直 就可以控制到他了 這是兩隻手的 到最後呢 為什麼你會想 不是兩隻手嗎 其實 其實那個什麼 你只要抓到一隻就好了 因為這是 這是 那個什麼 他兩隻手 因為你讓他跑掉一隻手 你讓他跑掉一隻手的話 他會有一個反擊的那個動作 至少在你被 還沒有被你控制之前 他是被你控制的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非常慢的聯繫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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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力道是 推過來 然後 然後 讓他這個地方呢 在手肘這個地方 不要跑掉 不要跑掉 今天的表演很辛苦 有一些表演 還可以給說 真的是還要辛苦 對我的表演很好 那我們呢 還會有那個第三招 我可以做一些 帶有那個攻擊 那些的 太難了吧 不不不不 那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 好大家 還可以嗎 此時刻 會不會太多東西需要吸收 有很多東西要記喔 今天這堂 這個 除了剛剛上述的這些 隨意所思的垃圾以外呢 我們還有這個 琴拿樹 大家都有記得齁 大家記得要回去再告訴 你們的那個 親朋好友 一起 晚上的時候 一起 練習一下 琴拿樹 好